各位爱琪的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一飞 我是小冉 今天我们爱琪可以说是彭币生活 因为邀请了两位人气巨星 让我们欢迎张领 欢迎陈 欢迎二位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张领 大家好 我是陈 陈的中文真的很棒 是啊 而且今天二位大驾光脸 其实给网友朋友们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 两个人首度合作的最新单曲 叫做《呼吸break》 一个是当红偶像天团的实力主唱 一个是再次回归舞台的R&B唱奖 两人首次合作深情对唱 让万千粉丝心跳加速 简直不能呼吸 我觉得《呼吸》这首歌曲呢 是一首很悲伤的情歌 然后讲的是这个就是两个恋人分开了以后 两个人之间缠绵匪测的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 然后分开以后会非常的后悔 我觉得还是很想念对方这样 就想要再在一起 对 对 黎莹跟陈应该是第一次合作 对第一次合作 之前对陈的印象怎么样 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 之前我觉得陈在EXO的成员里面 是一个非常可爱 然后很乖乖的男孩形象 但是呢这次跟他合作了以后 觉得他展现了一种 就是更有男人的魅力 那陈在合作之前有紧张吗 第一次跟陈合作 有紧张过 因为他是EXO嘛 所以我也知道 他在中国非常的 那陈在合作之后有没有转变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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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非常贵心 今天就是因为我的嗓子很干嘛 然后他也就是没有睡到几个小时 就是就起来然后就赶飞机 然后刚才那个水就是 就是喉咙很干 他就给我一杯水 我觉得很谢谢他 对 这次两个人第一次合作 那就演唱说这种 这么需要感情投入的歌曲 会不会两个人私下里 找一些方式去磨合 去配合这种默契 那我们之前和他一起 就是有练习过中文的发音 哦 两个人一起练是吧 对对对 怎么练呢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call 是你在教他 你在教程 对我教过他 他本来发音就很好 嗯 但是为了就是使这首歌 更感动人嘛 然后我就教他很多的发音 一个字一个字的 更标准一点发的 哦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人 在学中文的时候 会说绕口令 那令你会有私下教程一些 比如说像绕口令 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 段子来帮助他练中文吗 以前我教过他 那个四是四十 是十 十四是十四 真的吗 真的吗 那看来 陈应该学得不错了 对 今天要让你先上秀一下 看来两人在私下里 以为了这首歌 可是没少复出 最终效果如何 戴飞与小冉军 现场检验一番 不过这一开嗓 就貌似情况不对 欧巴你是卡机了吗 现场演绎一下 OK 一二三 写错了 抹消 这个 人 我就这样 只要 我 他 我 你看 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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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已经足够了 这能不能把我们带入到那个情境里了 天来之声的感觉 我今天有看到MV MV当中两个人在演唱的时候 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尤其是晨在里面 演唱的时候表情特别多变 在唱的时候 自己会觉得很难过吗 저도 노래를 부를 때 슬픈 감정을 잡기 위해서 슬픈拍摄的记忆和 这样的角度表情 我也努力尽快乐 比如说有回想到哪些电影或者场景 这名字还没想到 一言难尽的感觉 哈哈哈哈 哦 不可能说的秘密 可能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 丽莹在演艺的时候 有想到自己的一些故事吗 有把自己的故事投入进去吗 其实我也想到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歌迷对我的期待 然后我觉得就是也 为了这张专辑筹备了很久的时间 快三年了嘛 所以非常的激动 然后也希望能做好每一件事情 是 因为丽莹这次再一次回归 然后歌迷们也非常的想念你 这个单曲发布之后 对对对 然后微博就话题排行榜 就刷到了第一名 可见歌迷那么期待 非常的期待 所以大家也很关心说 丽莹在这次单曲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音乐计划 那我希望今后呢 能再跟陈一起合作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确实非常的好听 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跟他再合作 谢谢你 那陈呢 有没有在接下来的计划 那里面有没有觉得说 真的是像被照顾的感觉 然后小女生就想要依靠的这种 全是这样的类型吗 我觉得它就是有可爱的一面 然后也有很成熟的一面 所以如果让你选择的话 在EXO里面 你觉得哪一类男生会是你觉得可以依靠的 你比较青睐的这一种 其实我觉得EXO所有的成员 他们各有各的魅力 然后我也不敢在这儿说哪一个成员 对你就直接说成是好了 我觉得因为我跟他合作嘛 我觉得他确实非常的有实力 我也特别的欣赏 他的声音 所以我选择成 作为主打中国市场的EXO M的主唱 陈其实近两年也没少来中国宣传 不过说到中国美食高大上的形象下 陈的口味倒是相当接地气 那今天恐怕陈又要记忆深刻一次了 没错 因为二位来到北京呢 我们也要尽地主之宜嘛 今天呢 大家看到啊 我们为二位准备了这两盘 满满的 非常丰盛的 都是北京最地道的小吃 二位先来看一下 猜一下 对 就是看起来你们对哪个比较感兴趣 这个 这个 哦 这个 你觉得它是最好吃的是吧 这个最好吃的 哦 好吃的不像不像 但是 这些什么味道是什么 你觉得它可能是什么做呢 它可能是什么 哦 全然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又最感兴趣 那我们现场就让陈来尝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到底什么味道 自己来揭开一下谜底 来 这个味道是 这些味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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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这个有点滑 嗯 挺好吃的 嗯 哎 你也不 甜甜的 你也不知道吗 豆沙是吗 有一点像其实 因为它都是用豆子做的 就是 但是呢 豆沙不是用红小豆做的吗 对 这个是用豌豆做的 就 老北京叫做 豌豆黄 豌豆黄 很好吃我觉得 还可以吗 陈姐怎么样 嗯 很好吃 很好吃 嗯 陈你能尝出来它是什么做的吗 苦苦吗 啊 颜色上有点像 颜色有点像 它其实应该是 应该是豆制品 对不对 对对对对 豆子做的 豌豆做的 看来陈是爱上了这个豌豆黄啊 嗯 我觉得这个 比较的好奇 也从来没见过 嗯 艾莉你尝尝看好吗 好 好 陈要尝试一下吗 陈要尝试一下吗 这个 什么味道也有可能 嗯 嗯 用油炸的 我觉得好吃吗 这个 甜甜 甜的还是咸的 甜的 甜的 这个应该是叫什么 这个叫在北京叫做唐耳朵 唐耳朵 对对对 京城的几大小吃之一 你说到那个老北京的小吃 我知道一个 老北京有一个非常有名小吃 叫做驴打滚 驴打滚 我们让二位来猜一下 尤其是陈啊 猜一下这么多的小吃里面 哪一个是驴打滚 一只驴在地上打滚 来想想 哪个问题 哪个 哪呢 哪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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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除了这两药嘛 ini 这个 哪个是驴打滚 你觉得哪个是驴打滚 这个 这 这个 还是 这个 这个是麻花 我们刚才说的 日本我们这个 这个吗 对了对了 这个吧 对不起 那你怎么猜到它是的 这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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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已经猜到了 我觉得可以尝一下驴打管 因为在北京也非常的有名 是是是 可以尝一下 这里面裹的是豆沙 豆沙 对对对 这里面裹的是豆沙 要不要尝一下驴打管 其实这个和旁边这个呢 就是两者比较相像 就是这边这个叫 老北京叫爱窝窝 那刚刚陈才做的这个叫驴打管嘛 都是老北京非常有名的小吃 这可能就偏甜一点 这是椰蓉的 有尝了这么好几种小吃之后 接下来我觉得要到了我们今天的终极挑战了 我们先请二位看一下 绿你之前有喝过豆沙吗 绿你之前有听说过吗 绿你之前有听说过吗 你有喝过豆沙 你喝过是吧 对有喝过 觉得味道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味道就是淡淡的那种感觉 你确定你喝的是豆沙吗 是的 我喝过的感觉就是这样 对 我们来问问陈 看这个这一杯的卖相来看 他觉得这个味道应该如何 特别的味道 我们中的味道 非常没有味道 非常没有味道 那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二位 先一人拿上一杯豆沙 来 可以先闻一下 可以先闻一下 先不用吵 先闻一下 怎么 陈 是特别好喝 你闻起来 味道不怎么样 香气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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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陈你这感觉真的太对了 哇 我们看到陈已经迫不及待 对对对 啊 哈哈哈 Warszawa 这有点香 但是香气 有点像 所以陈还吃臭豆腐吗 肯定吃 莉莉 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还行 我觉得 还可以接受是吧 她可能上次真的喝的是豆渣 可以接受 那莉莉 你可不可不如把这杯就一饮而进吧 待会儿都不要宣传了 刚吃这么多对哪一个是最喜欢的 这个我最喜欢 最喜欢这个 糖耳朵 我以为莉莉要说豆渣呢 味道太淡了 还想再来一杯 今天我们也是特地为二位准备了 北京过年的一个传统习俗 就是吃老北京的小吃 也希望能够二位在北京玩得开心 好的 那今天也很开心 能够邀请到陈跟莉莉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希望大家在今后一如既往的来支持二位 来支持他们今后为大家带来的更加精彩的音乐 再次谢谢二位今天做客爱 喜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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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